今天要做的作品呢 很梦幻 甚至你会觉得它的名字听上去也是粉红泡泡 它叫呢 珍珠美人鱼的尾巴 你看哦 我们的珍珠美人鱼尾巴夹子呢 本身呢 你是可以当发夹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小书签啊 夹在你的书籍当中 上面有bling bling的小珍珠 然后还有像是美人鱼尾巴一样的践层感耶 同时透过我们手绘的方式呢 把它描出来的 好 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手组的答案小菲老师 嗨大家好 我是小菲老师 好 邀请小菲老师呢 帮我们介绍了我们今天如果要完成一个 那么梦幻的美人鱼尾巴 需要的材料 我需要的材料有垃圾片 还有剪刀 刺跟彩色铅笔 白胶 还有假珍珠 跟缎带和小髮夹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热风枪 为什么要用到热风枪 是因为呢 等一下呢 又要来把我们的热塑片加热 就会出现了像变魔术一样的效果 我们请小菲老师开始动手作 好呦 把夹的部分包起来 看起来会比较漂亮 所以在包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用一个 我是买这种大概0.8公分的缎带 然后像这边有一个弯折的地方 也要把它的尺寸算进去 这样包起来会比较有质感一点 像这样 那一样那个 就直接这样子把它对折过去 好 就量好它的尺寸 就可以把它剪掉 如果你不想要它本身底是银色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加缎带 帮它打个底 好 那这个呢 缎带就先用反面 然后我们把白胶拿出来 像这样 我们已经把缎带上的白胶 直接把它翻过来 像这样 然后就不会沾到手 就可以开始拖移它 拖到这后面的地方 把它折进去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把它打开 像这样 直接把它放进去 折进去 对 折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折进去之后就 这边就可以顺势夹起来 它等一下就会自己干掉 那当然它会沾到一点点白胶 我们就可以把它刮掉就可以了 好 像这样 多的我们就把它刮掉 就把它固定住 就可以 那你也可以拿个东西把它夹住 比如说像是你有多的法夹 你也可以再这样帮它夹住 让它固定不会翘起来 让它不会翘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法夹呢 就先放在旁边等它晾干 好 接着我们就拿出热硕片咯 那热硕片它会缩小 它加热之后就会缩小 所以我实验结果 最好的尺寸就是 差不多10公分 乘以5.5公分 这个大小缩完之后的size是最理想的 对就是在我实验了多次之后 以这个作品来说 这个大小是最刚好的 那热硕片有分很多种 我今天使用的是白色的热硕片 那这个白色的热硕片 它还可以直接用印表机印出来 比如说你也可以印出你喜欢的花样 然后你在上面就是去做涂鸦 那我是喜欢从头到尾都自己手做啦 所以就是会比较花一点时间 甚至你可以都把你要的颜色跟间层 都已经用电脑系进了 如果说是已经用电脑画好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印出来 你印出来之后直接用吹风机一吹 就更快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强调手作喔 好的 接下来呢 我是先把它用到的线段画出来 那到时候我们等一下就会画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直接开始画 量一个长度 差不多10到11公分都可以 所以我会画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一半 那画的时候呢 因为热硕片它 其实就像是一张白纸 那因为白色的这个呢 它是上面已经有一点模造效果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去把它打磨到 有一点粗糙的状况 它其实上面已经是雾面的了 那背面是亮面的 所以大家要画的时候 一定要用雾面的这一面来画 好 开始啰 那我会直接在上面画出它的鱼尾巴 比如说像是这样 我就会用我这个色系里面最浅的颜色开始画 当做是超高级搭底 当做是搭底的 对 那我是想要用最浅的粉橘色开始 就可以先画出一个鱼的尾巴 鱼的尾巴就是一个有点三角形的锥状 然后接着两片 打开的鱼尾巴 那鱼尾巴在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稍微画出有一点点波浪的线条 像这样 弯一下 很像叶子 可以弯一下 另外一边也是 对 就可以让它看起来更浪漫一点 你可以想象呢 站在游动的鱼尾巴的样子 然后你去帮它做一个打磨 老师说呢 它现在在热缩片上面画的大小 是等一下加热缩小之后呢 会出现最理想的大小 打完草稿之后 其实就可以直接上色了 那我上色的方式 因为我前面会做一些珍珠的装饰 所以我其实会抓个差不多两公分 像这样 比如说这边 这边以外的 我不会帮它去画上鱼片 就是我纯粹只是会上它上一个颜色而已 所以我就会用最浅的这一个 把它涂满就好了 整橘色把它涂满 对 那画的方式一样也是用色鲜笔的上色方式这样子 只要让它画的顺就好了 就是 所谓的顺就是 看起来颜色有饱满 然后饱和度也够 那提醒一下 因为热缩片它在加热之后 你的颜色 就会再更深一层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可以就是 为什么会说可以用色鲜笔画 是因为你可以去调节你想要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比较深一点 那我手就可以用力一点这样子 那因为热缩片它其实在加热之后 就会再更深一层颜色 所以我通常在画这个热缩片的时候 我不会让它一口气就下很重的颜色 就是我会慢慢的帮它加重 然后加它的漸层这样子 好优 所以差不多两公分的地方 是我不会画到鳞片的 那接下来我要画鳞片咯 鳞片怎么画咯 就是画圆圆的半圆形 一片接一片 像这样 先把它画出来 不规则也没关系 嗯 那通常我画完这个鳞片 我的笔就会变成画弧线的方式 去帮它把前面的颜色补满 这个是鳞片的外框 所以我就会往前把它的颜色补满 像这样 嗯 把它填出 填满 那接着我要再画第二层的粉橘色 一样我也是会先从刚刚凹陷的地方 开始画它的鳞片 这边要做一点交错感 对 这样它就是像鱼的那个 鱼鳞 然后一样我会再把它的颜色往前推 所以往前推的时候 它其实自己就会呈现一个漸层 因为你不会把它画满 所以就会 有看起来 看得出来它是一层接一层的 鱼片的感觉 好哟 接着 好 再送它一层橘色 你也可以这样像我这样子 直接把它一片就画满 就不用把它先框出来 但是画法都是一样 都是一层一层往前推这样子 然后越往前 我的笔就会越来越轻 这样会看起来 它就是已经有它一个层次在 一层一层的效果 然后接着我会换手 红色的 好 接着我会换手红色的 往前推 都是一样的方式 只是你颜色其实可以 做漸层的设计 比方说我们今天的鱼尾巴 是从暖色系 变成冷色调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珍珠的这个地方 是橘色的 然后往后推 慢慢变成有点粉橘 然后变成有点偏紫 再来是偏蓝 然后呢 在后面呢 会越来越深 所以其实你的鱼尾巴设计呢 就可以像老师一样 不要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反而是颜色呢 从暖色慢慢慢慢慢慢 过渡到一个冷色调 然后后面呢再加上一些珍珠去点缀 这样你的鱼尾巴呢才会出现一种 比较梦幻 比较粉红泡泡的感觉 嗯 没错 而且其实鱼片在越化 有没有看到它其实越变越小 嘿 就是你可以去控制你的鱼片的数量 大小 跟大小 那像我 习惯是前面比较大 因为前面身体就比较大 所以我的鱼片就会比较大 那后面的话 它会越来越小 嗯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好像比较合理 也比较精致一点 就是你的鱼片的比例会随着你的身体越来越小 就跟着变小 所以其实颜色跟鱼片大小都一起做渐层 慢慢的有一些变化 好 那因为我的紫色已经画完了 不对 我讲错了 粉红色已经画完了 所以我就会渐层到紫色 那这边颜色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做设计 你的颜色可以越来越深 然后鱼片大小可以越来越小 越来越精致一点 也可以从蓝色渐层到绿色 嗯 或者是黄色渐层到绿色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甚至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说 我美人鱼的尾巴 我要踢彩虹的颜色 红橙黄绿蓝墊子 我通通都要把它画在尾巴上面 其实也是OK 那你在做渐层的时候呢 你可能本身鱼鳞大小 就要再小一点点 比较密集一点 才能把七种颜色 每一层都上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这样最后我们热搜出来的感觉了 就会变得也是蛮梦幻 蛮漂亮的 听起来就很梦幻 而且有七个颜色的话 只是要画好久就是了 重复性比较高的一个作品 对 刚好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手部协调能力 还有他的耐心 好的 接着我就要建成到蓝色了 蓝色的话我会准备两个蓝色 一个生一个甜 这边在画的时候跟老师一样 你看尖尖的地方稍微轻描 然后圆弧的地方稍微加重 这样他自身就会出现一种层次 好需要耐性的一个东西喔 对 特别是如果 平常现代人压力大 大朋友在家里头 你也可以自己画画看很舒压 好哟 快到了鱼尾巴的地方了 我们的蓝色已经快要画完了 已经要接近鱼尾巴的地方 没错 我们看到他的鳞片会越来越小 好小到我已经不能再小了 就变成是这样放射状的方式去画它 那因为我们刚刚是用粉红色的去描边 所以可以用蓝色的再稍微描一次 把它加深一点 那通常鱼尾巴的地方 因为它鳞片更密 所以它的光泽度会更 更亮一点 明显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会尽量这样子 会偷偷留一些白的 留白的地方可以比较大面积一点 对 就是留一些白 然后尽量让你的笔 是用笔尖的方式在画 这样画出来的这个线段会比较细 像这样 像这样 然后留一些不规则的这种 留白 你就开始画流苏了 留白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这样看上去才像是鱼在游泳的时候 然后可能会出现鱼片反光 比较透亮一点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样会就是比较漂亮一点 对 那一样 这一支画好我们就画另外一支 另外一边的尾巴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像老师会先用蓝色呢 把我们的鱼尾巴的边框呢 先做加强 然后呢 跟画鱼鳞的方式不一样喔 我们是用这样放射线的 这样的线条感呢 去稍微扫一遍 留白的地方 记得可以尽量多一点点 像这样子 通常我都会是笔尖这样子出发 然后再顺着我们刚刚画的这个 鱼尾巴的弧度 去拉出它的 去拉出它的一个光泽度 感觉发质很好 感觉很飘逸的伟达 好 那 因为它是漸层的嘛 所以我通常都会再帮它 多加一个颜色 让它看起来更有层次一点 所以我会加紫色 像这样 不规则的加一点点在里面 拉出它的那个线段的感觉 像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有层次之后的尾巴呢 看上去呢整体感觉会更强 这一支就会比这一支看起来 对啊 完整度更高 又再更多层次一点 所以这边一样也是 一样也是这种 它稍微再加重一点点它的紫色的部分 画线条的方式去描 好 好了我们把它的光泽都留下来了 好 接着呢 拿出剪刀 先把这一块剪下来 先把这一块剪下来 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把我们的美人鱼尾巴给剪下来咯 但那碎片它毕竟是塑胶 因为它的 嗯 剪的感觉会比较 容易就是那叫做什么裂开 所以像这种比较尖角的地方 尤其是这里 我通常不会把它剪到底 我就会换另外一边 因为如果你用力把它剪到底 然后硬是要再凹出另外一边 再剪另外一个尾巴的时候 这边很可能就会裂开了 那裂开的话 它可能就会往前面这边录 那你的这只鱼就坏掉了 所以通常我会换另外一边剪 你看喔 接下来除了尾巴之外的线条 其实相对都会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都会先剪尾巴 跟着我们刚才有稍微打底的变框 把我们的尾巴先下来 好 剪完了之后呢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塑成一个小片的 把它放进去 建议会用一个就是像这种玻璃的保鲜膜 加热它 加热它 预热它就会开始变形跟缩小 通通都扭成一团 所以老师这样是正常的是不是 对啊 它没有等比例的缩小 反而是乱七八糟的缩 它会乱七八糟的缩 很像一个异形 对 就看不出来是尾巴 看起来更像异形 看不出来是尾巴 但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对 它就会可以这样一直缩 缩到它不能再缩为止 有看到它的颜色变深了 加深许多耶 你看 比刚才相比的话 好喔 你看它变得这么小一句 它可以把它倒出来稍微压一下 它就会平了 好生气喔 对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 刚刚已经做好的这个夹子 已经粘好的夹子拿出来 稍微放在它身上 趁现在还有一点热度的时候 压一下 它其实像还有一些 温热的感觉 你可以先在上面这样压一下 建议大家可以戴个手套 衣服你怕烫 那我是一个铁手 就乱 就像这样 它就会这样 有点它的弧度 就是因为这个夹子 它毕竟不是平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加压一下 它就会有一点点它的弯度在 好 它弯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来帮它做装饰 我的珍珠美人鱼 所以我的珍珠来了 今天的重头戏 反而是Bling Bling的小珍珠 珍珠你可以选个一种尺寸 两种尺寸都可以 做交错 那因为 如果是要小的珍珠的话 要好多颗 所以我就做了 有大有小的 这样子也是有增加它一个 作品的层次 那因为 你可以拿镊子 去夹它 可是我觉得好像用手比较 我比较习惯用手直接处理 其实也满快的 因为我们珍珠 选的也是有大颗有小颗 所以 你看像老师这样随手 就压三颗上去了 对 好压完这三颗了 那我们就换小颗的了 我们放完了大珍珠 你可以接连放的是 比较小一点size的珍珠 然后看上去就不会 好像尾巴很重的感觉 好了 这个珍珠好了之后呢 现在就要帮这个 我们的髮夹 髮夹也上了白胶 要把它联合在一起咯 这边的白胶我就会建议 稍微多一点 嗯 也增加它一个厚度 因为热梭片它的底 有一个弯曲的限制 好 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一下 然后放着等它干就完成了 好 这就是今天小菲老师 教大家超级无敌梦幻的 美人鱼的珍珠彩色尾巴 好你看其实除了我们用手绘去画之外呢 还加上了最后的珍珠去收尾来点缀 每一个尾巴呢都可以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尾巴都有它自己的浪漫还有梦幻 我们谢谢小菲老师 谢谢 那多多快乐学堂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 还好 就 whisper 最后 的